古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跨度,在漫长的时间之中,形成了很多独特的中华文化,在这其中就包括了丰富的姓氏文化。 从古至今,中华姓氏发展到现在,其数量已经非常庞大,在人们最熟悉的百家姓中,就记载了高达568个姓氏。 虽然已经不是小数目,但是和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一共形成的5600多个姓氏相比,百家姓却仅仅记录了其中的十分之一。 姓氏的数量如此庞大,在有很多姓氏逐渐衰落的同时,当然也有一些姓氏未曾遭遇过衰落。 具体来说的话,只有八个姓氏在历史上从未衰落。 首先解释一下姓氏的起源。 最初在先秦时期,姓与氏还是分开的,因为姓起于女性,而是则起于男性。 一直到了秦汉之后,才把他们相结合在了一起,并且统称为姓氏,亦被简称为姓。 在古代社会中,一些大家族会按照辈分给每一代子孙取名字。 家族中所有人的名字都会被记录在一个专用的册子里面,经过代代流传下来, 这个册子就成为了这个家族的家谱。 不过现在,人们对于家谱的重视程度正在慢慢降低, 仍然保留有族谱的家庭也变得很少了。 通过形成的五千六百多个姓氏,我们不难知道,中华姓氏的数量非常之多。 姓氏的数量之所以如此繁多,是由于随着古代族群的分支不断演进,从而推动了姓氏的不断丰富于发展。 下面介绍从未衰落过的八个姓氏,看看是否包括有你的姓氏。 第八名,赵姓。 众所周知,赵姓排在百家姓的第一位,那他凭什么能排在第一的位置呢? 主要原因则是,百家姓的编撰者是北宋前堂的一名书生, 他编写百家姓是用来给小孩做教育启蒙的。 而赵匡印赵姓家族又是北宋王朝的皇室,所以在当时排名第一的就只能是赵姓了。 而赵姓最早起源于博弈的九十孙赵父,因为赵父非常擅长养马,于是得到了周穆王的赏识。 有一次,周穆王到昆仑一带看望朋友,许国突然发生了叛乱。 这时候,赵父主动站出来,驾车把周穆王送到了昊京,成功平定了叛乱。 所以,在论功行赏的时候,赵父被封在了赵帝,从那以后就有了赵这个姓氏。 后来,他也是成为了宋朝的国姓,赵姓便被称为了宋的传人。 第七名,黄姓。黄姓主要起源于盈姓。 顺帝时期,有一个叫博弈的人,顺此博弈盈姓。 而他的后裔中,有黄氏的人建立了黄国。 就在公元前648年,楚国大败黄国,而王国以后的黄国子孙就以黄为氏。 后来到秦汉之后,姓和氏和尔为一,他们就开始姓黄。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,说黄姓原子福西下属的一个官名黄龙师。 所以,黄龙师的后裔就姓黄。 而除了汉族之外,其实回族和满族在汉化之后,也有部分人改姓黄。 如今,黄姓的人口数量众多,称之为大姓也算是有理有据。 第六名,杨姓。 据说杨姓最早源于春秋时期的杨国,也就是山西红统,后来被晋国所灭。 杨国的后裔就以杨为姓。 陕西红农,甘肃天水,河南交作,历史上都出过杨式的名门望族。 我们要知道,古代的贵族享有比普通人更高的生育权,繁育后代的机会也明显更多。 与此同时,隋文帝杨间开创隋朝,所以杨姓也是隋朝的国姓。 大家都知道四川省拥有的杨姓人口最多,实际上不仅是四川省,山东省也有很多杨姓的人口。 甚至在一些南亚的国家也存在着杨姓人口。 这样看来,杨姓人口分布非常广泛。 第五名,陈姓。 陈姓起源于顺的后人陈胡公归满,他在河南淮阳建立了陈国。 后来陈国内乱,陈立功的儿子害怕被牵连,就逃到了齐国,把陈当作自己的姓氏。 虽然说陈姓起源于北方,但是如今却成了南方最大的姓氏之一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说起这个,就不得不提到南朝是一个叫陈把仙的人。 他控制梁朝之后,称帝建立了大陈王朝。 从此以后,陈姓就成了皇族姓氏,陈姓的人口也开始飞速发展。 虽然陈朝非常短命只存在了三十二年的时间,但是陈家后代子嗣繁多。 就比如说,陈宣帝一个人就生了高达三十九个儿子,儿子再开支散业那么后代就更多了。 在隋朝建立以后,原来陈朝的皇族还被分封到全国各地。 第四名,刘姓。 刘姓能成为中国古代的大姓,不用我多说,稍微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这都归功于谁。 他就是汉高祖刘邦。 自从刘邦战胜项羽,建立汉朝以后,这刘姓一下子就成为了国姓。 汉朝长达四百多年的国作,除了皇帝以及诸侯的子嗣,再加上他们不断地给人刺刑。 于是刘家人开始空前膨胀,就连到刘府干活的杂役兵丁也得跟着姓刘。 也正因为如此,如今姓刘的人才如此之多。 话说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打工人给谁打工就得跟谁的姓。 好在这种制度没有流传到现代的社会。 不知道大家在看史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。 在古代的时候,很多称帝建立王朝的家族,很多都出于刘姓。 刘姓一共创立了八个王朝,诞生了六十六位皇帝。 再加上生活之中,我们身边姓刘的人数更是普遍较多。 所以,刘姓上榜那可真的是当之无愧了。 第三名,张姓。张姓能成为中国古代的大姓,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 原因之一,则归功于过去的门法制度。 也就是为晋南北朝时期制定的九品中政治,根据人的出身来决定此人是否能当官。 虽然姓张的没出过几个皇帝,但是姓张的门法士族非常繁多。 这些人反复联姻壮大,家族一下子就庞大了许多。 原因之二,则是因为道家的创始人姓张。 不管你之前姓甚名水,只要你拜了祖师爷张天师,那你就得改姓张。 你的徒子徒孙也得姓张。 张姓主要源于河南浦阳,河南浦阳的历史可算是十分悠久。 因为中国古代的龙图腾也是在此发现的。 在中国古代古老神秘的图腾代表的则是皇帝的部落。 这也充分说明了,为什么人们都说,知道了河南的历史,就知道了中国古代一半的历史。 第二名,李姓。 李姓不仅仅是唐朝的国姓,另外还流传着一种说法。 是由于商周王时期的李官李辉,他因触怒周王被杀之后,其字李圣珍在逃难时靠李子才存活下来。 再加上李和李两个字发音相似,于是便改姓为李。 从那以后,便诞生了李姓这一姓氏。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,姓李的人已经超过了一亿,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姓氏之一。 那么为何姓李的人有这么多呢? 主要就是因为李嫁出的皇帝特别多,而且执政时间也特别长。 其他方面,皇子皇孙繁多也就算了,李家人还特别喜欢给别人赐敬。 这不仅赋予了别人莫大的荣耀,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充了李姓大家族的成员。 第一名,王姓。 王姓之所以能排在第一的位置,其主要原因还是王姓有着非常广泛的来源。 在漫长的历史中,很多王朝的王室成员,他们在本朝灭亡之后害怕被追杀清算,就会把自己的姓氏改成王姓。 这样一来,既能纪念自己曾是王室的人,又能避免被清算,简直是一举两得。 除此之外,王姓从汉代开始就是名门望族,而且族系众多。 就比如说,太原王室、狼牙王室、三淮王室、开敏王室,而他们的祖上也都是王室。 就比方说,太原王室其祖上是周灵王太子、王子乔,狼牙王室其祖上是周恒王第二王子等等。 综上所述,上面刚介绍的八个姓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的大姓,并且流传至今从未衰落。 是因为,要么祖上出了开国皇帝,要么祖上则是名门望族,要不然就是起源早,来源广。 总而言之,能流传到现在的姓氏,祖上必然出过能人。 不然的话,则很可能早就在战乱中绝了后代,最终成为真正的历史。 纱仁